從鄉長手中接下感謝狀 他就是花蓮縣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交流協會理事長李上典 做公益照顧小朋友 但他卻涉嫌被中國滲透 收人民幣幫國民黨立委政天才競選連任 在被地檢署調查後 二號依違反反滲透法起訴李上典夫妻 他不是我的助理 他是在選舉期間 會擔任我的幕僚有關 選舉實際的工作他並沒有負責 檢調單位也從來沒有問我 鄭天才急忙撇清 因為起訴書指出李上典為鄭天才競選團隊參謀長 太太郭佩晶為後援會成員 去年兩人接受中國廣西台辦資助人民幣12萬元 大約新台幣53萬元 安排選民到廣西旅遊 廣西台辦要他們全力協助鄭天才 李上典甚至還會定期向對岸回報鄭天才競選情況 而李上典對於自己助選行為非常自豪 還不斷邀功 我要回南林領獎了 寧厚準備帶一級幹部過去 對方回應他 慶功久已經準備好了 你的工作量能適合在國台辦任職等 而北檢調查後李上典也坦誠犯行 他是常常去大陸帶團去的 所以跟我的選舉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自己有遇到什麼落地招待這樣的事情嗎 我並沒有去組團 所以我不清楚 我有聽說過了 但是這個也不是今年才有的 也不是去年才有的 中國整個介入台灣 就是想要影響台灣的自由民族的走向 對於反滲透法 對相關的法令來加重 來援引重誠 中國借選明確如何防止對岸滲透台灣民主 成為政府重要課題